每年都有過千萬旅客來到澳門 觀光、購物、享受世界、品嘗美食 當中除了一般性的旅客 還有不少因各種世界性會議 會展而來到小成的商務人士 他們的消費比一般旅客高 他們會捐烤捐納探索本地文化和生活特色 他們眼中的澳門又是怎樣的呢? 我來自瓦斯蘭,從波蘭 這是我第一次在 Macau 我必須說,全都很棒 我真的很享受在這裡 在這個美麗的城市 這是一個混合的歷史、文化、文化、建築物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是從大陸,安徽來的 現在我們這次來也很高興 我們公司站在澳門開年會 接待我們很熱情,也很有安心 我覺得在 Macau的 destination是最適合的 它會帶來很棒的見面和酒店 讓我們可以帶來我們的客戶 和所有的參賽者 來參加各個議員 其實我之前沒有太多知道 Macau 真的不太驚訝 是否很棒的 今天人流比較多一點 我也想以後多些回展客過來這裡消費 我住得多人了 我們想以後多些回展來澳門 我們主要買椰子的 其他椰絲、椰汁、椰子雪糕 但是最近多了一些日本 多了遊客 當然越來越多的回展客 因為會出盡澳門經濟 歡迎回展客來澳門 我是安徽,我來自印度 這是我第二次去 Macau 我真的很享受 覺得大家在一起 然後做這件事情很好玩 挺瘋狂的,挺好的 比較好玩一點 一起吧 商務性質的旅客到來 不單止為入境數字帶來增長 潛藏在他們身後的高消費力 也能直接為各行業 帶來正面的影響 未來 我們一起同心協力 打造澳門作為理想的會展舉辦地 迎接更多的國際會議在澳門舉行 為澳門經濟色度多元化 共同努力 共享成果 然後 他們會選擇 本心協力 要選擇 第二個 要選擇 由 我們 我們